- 誰在哭啊? 沒被我打過是不是? 影片開始前感謝昨天贊助的各位 感謝加油三寶的BUG75塊 倍數卡住的BUG神助好久沒贊助小錢而已請笑納 沒事啊不管多少都是我們未來工作室的資金 感謝王儀30塊謝謝 感謝素材麻下幣6塊謝謝 好啦以上就我們昨天感謝留言先篇正式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Syn 今晚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他在跟著我 聽起來是一個變態跟蹤狂遊戲 我們來看說明介紹 故事背景 作為一名私家偵探你的工作是調查一個廢棄的汽車旅館中無法解釋和奇特的失蹤事件 當你開始把事情拼湊在一起時你開始發現這不是一起正常的消失 事實上恰恰相反 我是一個偵探然後來汽車旅館調查失蹤事件 結果沒找到人回家發現那個女生跟著我 喔好色的遊戲喔 音樂還蠻愛有聽的喔 然後這個封面上的女生是有點噁心有點噁心 那我們直接出發吧 Play 作為一名私家偵探 這是你的工作 調查那個失蹤的事件 當你開始把這個事情拼湊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不是正常的 不是正常的失蹤事件 就是我們剛剛念的背景介紹嘛 不要看了直接開始吧 左上角有一個目標它叫我們找到公寓 這裡是哪裡 嗯? 這裡怎麼看起來像是 糞便啊 你們看這個畫質好像有點爛喔 公寓是不是應該這裡 應該是這裡吧 公寓 沒有 封鎖線 裡面有屬人是不是 這裡有個垃圾桶擋住了 應該是這邊喔我們進去看一下 OK就是這一間 我們進到公寓裡面來了 啊好舊的地方啊 我們應該四處看看尋找線索 我們可以一起找到什麼不協調的地方 左上角目標它叫我們調查畫 哪裡有畫 喔這個嗎? 這個畫是一個老人他在吃小baby嗎? 怎麼感覺有點噁心 調查一下啊 這怎麼不能點 嘿 我可以 奇怪的品味 我也這麼覺得欸 誰會在家裡掛這種奇怪的話啊 莫名其妙 欸有台電腦欸 可以玩嗎? 玩一下啊 開個直播啊 不行 所以這個美少女失蹤的公寓 我要找什麼東西啊? 她叫我找線索 可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調查什麼線索 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上面寫著吃狗屎OK 看起來像是有人很愛慕她 啊我知道了 所以這個女孩失蹤是因為情殺嘛對不對 可能是社會新聞上才看到的啊 有一些恐怖情人有沒有 得不到她就要把人家毀掉 真的有夠可怕 這看起來像是一些工作的文件 很重要 很重要的文件 重要文件還這樣亂丟 看起來這個女的也是拉哩拉塌的你 欸有血跡欸 你看這邊到處都有血跡 什麼意思 開始解謎囉 有一台電視 有一個播放機 電燈打不開 然後現在是要四處的找其他線索 其他的線索 我感覺我已經把房間翻過一遍了 這個門鎖起來了 對啊這裡不能點啊 點過啦 門外也不能走啊 電腦也不能看啊 沒錯 電腦也不能看 書我也看過了 剩下這間門了 嗯 可以 這間門可以走 我們即將進入少女的閨房 Shit 這裡好黑啊 那怎麼辦 你要給我手電筒嗎 這什麼東西 少女的衣服喔 她就把衣服揉成一團丟在角落欸 也夠髒的 這棟女孩子一定不跟她談戀愛 錄影帶 一選錄影帶 我很久沒有看過這種款式的錄影帶了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電視播放對不對 我記得上一間房間有一個電視 等一下啦 為什麼不能開門啊 這遊戲操作有點爛喔 說實在的 然後雖然這個畫面看起來很糞 但是通常這種很糞的 驚嚇點應該都蠻大的 可能會有一些獵奇的畫面 電視 可以耶 可以播放錄影帶 漂亮喔 看一下 不會是少女的寫真集吧 這傻鬼 行車記錄器 他說看起來這個錄影帶是 這個男的隨便拍的 隨意拍的行車記錄器 他是要把這個女孩載到深山裡面 丟屍對不對 我已經找到屍體的地點啦 就在那個工廠旁邊 喔 這是 我家 誰在哭啊 沒被我打過是不是 沒了嗎 沒畫面的話我要走囉 失蹤者 為什麼失蹤者是一個男生 我好像聽到門打開的聲音 等一下 這個失蹤者是一個男生 所以是女孩子把他殺了 然後那個女的現在跟著我 OMG 看起來是一個 變態殺人狂啊 女生版本 人生第一次被女孩子跟蹤 竟然是殺人狂 太恐怖了 進來一個奇怪的走廊 欸有人欸 什麼東西 OMG What's happening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啊 剛剛那是女孩子的手嗎 挺纖細的 Oh God 我在哪裡啊 我也不知道啊 左上角的目標 他叫我們找到受害者 受害者 我不就是受害者嗎 我莫名其妙被你抓過來這邊 然後 還要被你嚇 這是什麼 屍體喔 欸我找到了欸 我找到那個禿頭欸 She is here 她在這裡 真的假的啦 他叫我們撿起錄影袋 錄影袋 哪裡有錄影袋 桌上 撿 這是我最後的1900錄影袋 上面是血跡嗎 呃我必須趕快離開這裡 我也這麼覺得啊 但是電燈被停掉了 我看不見任何東西 怎麼辦打開手電筒 好像有人走過來勒 右手邊的腳步聲 各位準備好 有人來了 美女來了 144.5 超級可悲 接下來我們要玩的這款遊戲叫做我的蜘蛛朋友 最近很多蜘蛛遊戲喔 我們來看一下說明介紹 一個關於孤立和抑鬱的小型恐怖敘事遊戲 非常簡短的說明啦 沒關係我們直接來體驗一下 其實我最討厭的東西就是蜘蛛 真的有個噁心的 拜託不要出現在我房間 我真的會 把房子賣了 等一下不會跟那個蜘蛛火車一樣 一隻蜘蛛朝我衝過來吧 先不要好不好 有點噁心 蜘蛛真的超級恐怖 這個畫面做得挺好的啊 有份game的味道 非常好 我喜歡 問題是我現在要往哪走 跟著路燈走嗎 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我看到我家的大門口了 應該就是這邊了 我們進去房子裡面 什麼聲音 沒事那是背景音樂 聽這個音樂應該是個溫馨的小遊戲吧 小蜘蛛 我的Friendor你在哪裡啊 Friendor 我的Friendor勒 門關起來了 這邊有個電腦 有一台鋼琴 可以看到外面耶 不錯喔 畫面怎麼暗掉了 來到了第二天 你們有發現嗎 小豬豬耶 牆壁上有一隻非常非常小的喇牙耶 太可愛了吧 沒事 那我們今天要幹嘛 彈吉他 不能彈 看起來現在要出去 我們出去逛逛 開門啊 Try again 門打不開 我要找鑰匙 哪裡有鑰匙 到底要幹嘛啦 等一下 到底要幹嘛 耍白痴喔 現在又不能出去了 我就想等這個門開 等到了晚上耶 蜘蛛 他改變了一個位置耶 神經病 然後呢 我要幹嘛 不是啊 你好歹跟我講一下 這遊戲是在幹嘛吧 PREGITAR 我好聽喔 彈得不錯喔 Fuck 我聽到這個主角講了一聲fuck 不要在我頻道講髒話 我們頻道是非常非常合家的觀賞 手機 E2LISTEN 是我女朋友打來是不是 我現在跟女朋友約會喔 她要來我家約跑了 喔 Spider 等一下我女朋友來我家約跑的時候看到這個蜘蛛怎麼辦 一定會嚇死吧 沒有女孩子喜歡蜘蛛的吧 哈囉 我應該殺了她嗎 不要 我不要殺她 她是我的爸爸啊 從今天起 我們就是兄弟了 第三天 越來越大隻咧 怎麼辦 開始有點恐怖的感覺了 這麼大隻想嚇死誰啊 不是啊 他會發出叫聲耶 Talk 蜘蛛想出去玩耶 所以我們現在要帶他出去喔 喔 女朋友來了 YES 我起來了 開門啊 幫你的機友開個門啊 他不開門耶 怎麼這麼壞 他都怕蜘蛛被發現喔 不是啊 這蜘蛛到底要怎麼辦呢 我房間為什麼變大了 奇怪 還是這裡是蜘蛛的體內啊 我被蜘蛛吃掉了喔 哈囉 蜘蛛 蜘蛛不見了 我開始不太明白這款遊戲想表達什麼 彈鋼琴給蜘蛛聽 好難聽喔 這個男主角 這個男主角 練歌都只練一半耶 他每次都彈個兩三秒就 就彈錯 我女朋友好像說什麼 我室友發現了那個 窗邊有一些怪怪的東西啊 這麼大隻 不被發現也很難耶 我對蜘蛛一頓痛罵耶 這樣好好呆著 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要交走朋友 好可憐喔蜘蛛 我現在怎樣 嗑藥喔 男主角嗑藥啦 道歉我不懂 我不懂這遊戲在幹嘛 超級白癡 OK最後結尾就是被蜘蛛強姦了是不是 然後我現在身體裡面有蜘蛛的小孩啊 蜘蛛的卵都在我的身體裡面啊 蜘蛛咧 我愛蜘蛛朋友耶 這是叫我跳下去喔 啊去死一死啊 不想活了啦 謝謝你的遊玩 felly good 這遊戲felly good 100分好不好 100分 完美了詮釋了什麼叫做無聊的 分game 好啦今天這兩款 一樣是史詩級的作品啦 我只推薦好遊戲給各位 希望各位看得開心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玩看看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 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點讚訂閱我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